這段片是繼續說說特朗普當了美國總統之後 對中國和香港的整體影響 曾經多次推動反華爾案的佛羅里達州議員 魯比奧現在就是被傳 將會出任國務卿熱門人選之日 所以很多人馬上會覺得很大問題 對付中國的人物竟然在新政府裏面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 另外在特朗普之前做總統的時候做國務卿 對中國非常敵意的蓬佩奧 也是國防部長的人選之一 所以現在魯比奧和蓬佩奧這兩個都是被中國制裁的人 禁止他們入境中國的人 竟然在美國的新政府裏面 處於一個非常強勢的位置 當然未必是真是最後成事的 但傳出這個消息的話 已經代表了 其實 美國對中國是不是很好的 勢頭表現已經很清楚 就是這個中美對立的形勢 就是一被人聽到 真是頭都混了 尤其是香港人覺得 真是慘了 麻麻煩煩了 接著有很多事可能會發生 特朗普的支持者的呼聲之下 歡呼聲之下 特朗普在演說的時候說 他形容這次美國人民的偉大勝利 他的勝利就是美國人民的偉大的勝利 強調 接下來是甚麼呢 聽著他小心地說話 美國的黃金年代 這一句說話是很有分量的老闆 他認為 接下來 他就要 遵行他的競選承諾 將美國 打造成一個 美國的黃金年代 美國顯然會採取很多措施 去揭制 這個中國製造業主導的地位 接著大家要明白 這個名詞 實現大量美國人 渴望的 美國 再工業化 這個名詞其實已經 在很早時期已經說了 但是 特朗普又做了 男子的方向去做這件事 現在其實已經比較成熟了 所謂 美國的黃金年代 其實是由再工業化去推動的 甚麼叫做美國再工業化呢 其實就不是說 再做以前的那些 雪櫃、電視機 這些日本人做的事 這些大陸人做的事 叫做再工業化 不是這樣 他在說包括 電力的電子 油性的電子 數字製造 複合材料 輕盈的材料 機械人 自動駕駛 生物的醫藥 功能性的 簽 的植物 清潔的能源 一大堆這些 主要是有新的科技 新的技術 去製造出來的 全新的製造 才是美國 再工業化 即是用最先進的科技 和技術 令到美國 再推動 成為一個 非常之強大的製造強國 這些方向 最大的問題 就是 一直以來 中國 要跟大家講的 我們要去進入一個 全新的 工業世界 工業時代 製造年代 中國製造業要繼續 最厲害 於是 中國才一直打造 他們做得最厲害的事 而這件事 正正好 現在就是和這個美國 打對台 你又要 去佔領這個 即是原本 我們做衣服 做鞋子 做白電器 是不是 最多是做電腦 現在不是了 開始做電動車 我們已經很厲害了 所以他們要做 再升級 最厲害的 這些工業製造 但是 美國就說 你節省一點 我們才會再工業化 勁抽的工業 不是我們去做的 你沒有份的 這樣 於是兩邊就開始 敵對起 大家就知道 很容易會產生磨擦 因為為什麼 以前 美國 佔有牌子 他們做的最高級的事 就留下一些 就是 三副鞋子 這些劇劇的東西 給你中國人做 不要緊 又污染又惱靠 美國人最喜歡的 推你給你 就像以前做晶片 污染 做得很辛苦 他們就做研發 拿著 copyright 很多這些東西 你就慢慢生產 現在不是 現在又怎樣 因為你這樣不行 你把工序都推到外國 人家就做了 但是 養活了他們的人民 現在 美國 都有很多製造業的人民 大哥 不是個個都聰明 Elon Musk 要找工作 大哥 於是 很多人要做製造業 你看 台積電做製造業多厲害 於是 這些新的 勁的 製造業 就留在美國 做這些自動駕駛 勁抽的東西 不要再給這些 外國做 好了 現在中國 要 大哥 我們 一直做 跟你做鞋 跟你做塑膠 做這些 淘寶的東西 不是呀 我們都要勁抽 我們做更勁的東西 現在為什麼要把電動車 要砌去歐洲 我們要做得更厲害 所以 美國和中國 就產生一個非常之 大的矛盾 而這個 特朗普就說 不用有矛盾 美國再工業化 一定把中國放下 於是 他會搞很多很多很多 的 壓制中國的 這些策略出來 到了2025年 大約有84% 曾經離岸的 外包公司 美國企業 將會逐步或者 全部回到美國本土 製造業 這個數字 真是很恐怖 這種趨勢正在累積 美國企業越來越覺得 OK呀 人力是貴 但是不要緊 我們從大量的電動 或者我們機械人 電動快 或者我們用AI 去搞 於是 其實都不是很所謂 大家就回到美國 而且美國政府 有很多的 就是 著數補貼給你 於是 很多很多 現在的什麼計算機 電腦 電信 電器設備 高端的製造業 包括這些 食品飲料 服裝 紡織物 家居用品 總之不是這個勞動 密集的 我們都回去 只剩下勞動 就交給外面的人 做 自動化 機械人的 整體的程度 又幫助到這些公司 可以 不用那麼多人 但是都可以做到很精彩的事 於是 以後 這些 很勁抽的製造業 留在美國 不需要再交給外面的人 到了2024年 自動化的 流程 大約已經增加到30% 到了2035年 美國人工智能 將會推動這個製造業 在16個行業裏 產生的 平均增長 1.7% 所以 美國 再工業化 將美國 推向一個新的高峰 以後 你說 以前 你的薪金便宜 可以幫美國生產 我現在不需要 我不需要這些便宜的東西 我自己用自動化去做 用AI去做 更便宜 這些國家 窮的國家 以前 因為 要地球一體化 將這些 交給窮人去做 然後再運回來 成本很低 現在都不用這條 方法 死了 以前那種所謂代工的 方式 已經慢慢一去不返了 沒錯 現在中國移去了 越南 東南亞的地方 或者印度 好了 以後慢慢再移回美國 剩下最便宜的東西 會污染 交給你們做 但是慢慢 所有製造業 你 都不用 佔有 反而全部都在美國 大件事 擁有高科技AI 智能的 強國富有大國 美國 或者歐洲大國 和大量勞動力密集的 窮國 雙方的距離將會越拉越遠 香港 最重要是因為被美國制裁 所以 捉住 頸 大動物 你無法利用AI 包括現在的 Check GBT 無法玩 你根本無法發展 所以你看 很多現在國家 大家都會搞這些 AI 大的 這些 使用 但是現在 香港 沒有這樣的方法 做 大學什麼都不能玩 死了 大學生什麼都不懂 以後 這些技術 全部就會落後 所以你想想 香港 以後 真是前路茫茫 你怎樣 那個 新的科技城都不知道怎麼起 哎呀 頭痛 特朗普在競選的期間 就主張 這個經濟主張就是 跟拜登是藍原不切的 主要是以 加稅為 為主要的重心 採取單邊主義 他勝選之後公佈 亞洲的金融市場 赤卡出現動蕩 特朗普的貿易政策 就會重創中國和香港的經濟 這是不用懷疑的事 但是同時 就有機會可能形成了 孤立美國 因為美國連歐洲都對付 那麼究竟 整個世界的經濟格局 又會怎麼改變呢 所以大家現在都是看著的 基本上都是 恭喜你啊特朗普 你又贏了 希望我們大家可以 共同打造一個 更加好的 更加密的東西 但是 特朗普就是自己的想法 大哥 我 跟你做雕的 是不是 然後不再這麼容易 給你一點錢 老闆 好了 美國新形勢之下 就會再減稅 減稅的政策 將會令到更廣泛的行業 最專注美國本土的製造 於是很多企業 就會回到美國 美國將它推行 擴張性的 財政政策 哇 這些錢 印出來給你們 拿啦 快點去做多些事 於是乎美國經濟 理論上一定會再起飛 減息 根本就不可能再出現 這個就是 今天要討論的一個非常之大的核心 就是說 特朗普一定會令到美國 總之我又要減稅 加你關稅 美國的公司很開心 更加多工作 人工又升 經濟一直在一起 你還想要減稅 會減稅 你真是發夢 死了 現在由拜登減稅的情況 突然間 沒有了 那就大件事 減稅潮 不再會出現 大家一定要 入路 死了 香港 之前就是因為減稅 很開心 然後又炒股票 股票炒不起了 現在就變了 減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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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 那個潮 沒有了 減稅一兩次 跟著這個11月 還可能會減0.25 跟著就什麼 跟著就沒有了 最緊要 沒有呢 這件事就大件事了 這樣呢 香港的地產 就開始面對一個 非常之嚴重的問題 在聯繫匯率之下 相信美元 又會 加強他的情況 大家都知道 美元強的話 就是全部 其他的 外幣都會跌 這樣就糟糕了 將來 聯儲局 是不是會加息 這件事就很大件事了 因為 以特朗普這個強勢去做 你看 股票升得那麼重要 你就知道 哇 真是有機會 很快 經濟很好 美國 跟著就會加息的了 哇 一加息的時候 香港的樓市 衝一下就插下來了 對不對 所以現在最害怕就是什麼呢 最害怕就是 美國 股票繼續升 已經是升得很重要了 跟著呢 這個 特朗普就說 經濟很好啊 經濟好就一定要加息的了 要按那個 免得通脹那麼厲害 於是 香港的樓市 就會 出現一個 我想真是很恐怖的現象 大家一定要非常之留意 香港的樓市呢 就是根本 頂不住 利息呢 可以回頭再上了 真是 如果是這樣的話 很多地產商 真的會掛得 對於本地呢 其實本身已經是 發展商已經知道 大佬 那些單位是供過於求 現在 你又有二萬多個 扔了上一手貨 那些全部地產商 是頂著的 息後 大佬 你現在不是啊 我們已經頂著了 你還要加息 死了 這個狀態 告訴你 有排折磨 於是 香港的地產商 真的會倒閉 搞不定 如果特朗普 一系列的減稅 加關稅 擴張 財政政策 財政政策 實現 真的會刺激到 美國經濟再起飛 我都相信 利率 不跌反升 一連串的東西 就會出現 對於特區政府 揹著債務 還有這些 香港地產商 又是揹著債務 死了 一定會 嚴重的 造成打擊 那你看 如果利息 反過來 升了兩厘 嘩 這樣就糟糕了 錢放在銀行 有下來 大佬 你都不會走去 搞那麼多 其他什麼 生意 成的東西 搞那麼多 大佬 那些人全部 把錢放在銀行 收錄利息 大教訓 好過了 搞那麼多 還傻傻傻傻 買樓收租 瘋 瘋了嗎 現在 只有兩厘 我 放在銀行 多舒服 玩東西 那些錢 當然會放在銀行 然後 樓價 還不仆值 一定仆 所以特朗普當選美國 絕對是所有擁有香港物業的人 這些有錢人 真是惡夢 一聽到特朗普贏了 哎呀 慘了 那些人就全部傻傻了 如果我是他們 我早就賣了一部份出來 慘了 原本想撐得住那些炒家 或者投資者 現在 如果一再加息 反過來 就會排隊打靶了 接著又有很多三四線的地產公司 開始倒閉了 為什麼 原本想減息 是不是 就喘氣 加息 還可以 肯定會債務違約 那大堆東西 那就壞了 在這個情況之下 就算中央說 我放了幾萬個專材下來 大哥 他們都找不到工作 就是做了 然後 那個樓價都會上升 難道還是那些賣樓 怎麼這麼便宜 死了 哪裡有人買樓 香港物業市場 肯定會 會乘到嚇死你 唯一是什麼 唯一人中 劉先生你也認得對 是會什麼 還會 和陳啟忠一樣 說 就近了 近了大灣區的價錢 深圳都是五千多元 香港就變七千 哇,很快了,都黏了,那就死了,真是香港,再跌一半了,那个价格,你就死了,这个时候,到时真的会香港变成了什么,金融为止,那就讲中了,那更惨的是什么呢,香港楼价不停跌下去,香港政府,你想想,它已经是年年政府,就是日不夫妻,又卖不了地,哎呀,跟着,就开发了那个什么新界北,一大堆楼,起一大来,是啊,公屋洗衡住, 对不对,收他一千几百一个月,实际不住,但是,你想想,周围还有很多地,怎么开钱啊,大佬,这些私人发展商愿意走过去,新鸿基都不走过去,哪买得那么多,死了,于是乎那些新界的公屋,那些居民走出去,死了,喂,整个荒漠那样,其他东西起不了,跟不到转头,怎么办呢,日常生活肯定很不方便了,接着,结果呢,那些楼价, 当然是低处未算低,私人地产商又不会在周围那里起楼,那三成不用建了,居屋都未必有人买,这些高息的环境,绝对摧毁香港的经济,大家真的, 真的要小心,这些东西,喂,大佬,现在,特朗不是说笑啊,他真的啊,大佬,一定的嘛,你想想,喂,你的经济不好,他更有脸的,是不是先,他一定咬你呢,哎呀,政府啦,给钱啦,哎呀,快点啦,这样啦,哎呀,你这样就减,那样就减啊,哎呀,减税,一早就说了,这样,是加什么,加关税,真是惨了, 是啊,在美国就没事了,美元就强势了,利息就高企了,那样美国经济,那些人民是这样的,那样的,那样就死了,他股市就大升了,这一招呢,就充满,这个产好声,是什么呢,打残了中国和香港, 美国选民就拍了手掌,那香港人就哭的那麽这样,那样,那四年前呢,中国在贸易战里面呢,处于劣势,今天呢,我们的乜大大呢,就已经,就是做好准备的那样,那,那你可以选择又搞了,是什么呢,对農产品,美国農产品,进行这个的,就是,啊,制裁,你制裁我,我制裁你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啦, 但老婆都不理你,那样,那他选举的时,曾经威胁,那样,那样,他说,了, yay,说呢,要对中国的产品, 徵收60%的關稅 我就說Elon Musk會在這裡從中 來吧 50%了 來吧 給我自動駕駛過去 吃整個市場 這裡一定是鏈的 我跟你說 所以Elon Musk真是聰明的 不是只是用筷子咬著火箭嗎 不是那麼簡單 吃老運地 這一波他不只是吃老 他就博了 還有運 死得了 一個那麼聰明的人 有埋運就死得了 好了 那這個的 就是現在的中國就不同了 因為他說 現在美國的農產品的耳價能力低了 中國已經是向了巴西買很多的大豆 不用一定跟你美國人買 其實以前是勒索你 還有什麼呢 跟著還有玉米 諸如此類的東西 跟著又一路不跟你幫 買更多的飛機 我不會讓你勒著頸 這樣說就這樣說 這些是很重要的 你猜 好了 中國經濟放緩 我們不用吃那麼多豬肉 於是不需要你那麼多東西 想著這些是好處的 激死 最重要的是 你做這些半導體 這些高端微處理器 光纖產品那些金屬 他現在又說 我限制這樣 限制那樣就不讓你出口 這樣 哈哈 我都可以對付你 但我又覺得這些東西其實是沒有意義的 因為為什麼 這些不是重要的東西 是有得取代的 最重要的問題是 中國現在暫時是沒有什麼招 因為你現在呢 人家去對付你 他就有很多東西給你 隔壁關上去 那樣的東西 那他可以怎樣呢 他就說 我貶值人民幣 可以頂得住 但其實這東西是不行的 上次正式貶值在2015年 但在2018至2019年 首次貿易戰的時候 就是你貶到7.2 但是其實呢 就是對這個緩衝關稅的影響 其實看到實際的益處 不是那麼大 現在人民幣 真的在相似的水平上 那麼人民幣貶值 其實會刺激周邊的國家 相繼他們都貶值 大哥 不是只有你貶值 就是人民幣都好 只是買了你國產貨 中國貨 我們其他都要跟你競爭 於是乎呢 其他貿易國會會生氣的 喂大哥 你沒有貶啊 你一貶我都要貶 於是乎吵亂巴閉的 肯定 你貶低了的話 你入口貨又貴了 但你在外面賺 其實大家都貶了 沒有著數 那麼大量的廉價鋼鐵 中國已經在出口 其實已經影響了很多國家 很不開心的 你現在再搞了 喂我們的人民幣貶值的話 其實大家就會 那個關係更差 所以這件事 已經不算是甚麼武器 可以對付到美國 那麼中國又依賴 電動車和電池的商品出口 來支撐它現在這些 不是很行的經濟 那麼習近平是希望 其實你不是喜歡做交易的 就是特朗普 我和你交易 所以我覺得 這個伊朗馬斯 有機會 這傢伙 一早已經到中國 和他談了 如果特朗普 真的當選 如果 那我就可以做一個 中間僑良 如果我又被他接受 是不是 當然被他接受 一百萬一百萬美金 是不是扔出來 現在特朗普當選 不會被人拘捕的 現在他就算犯法又怎樣 炒了你的法官再吵 嘩 所以 Elon Musk 這次真的 投資 你看看 Tesla 我昨天就賣了 又再升 升啊升啊升啊 是呀 不要緊 我們賺錢就算了 你想想 真是嚇死人的 好像沒有頂 Tesla 甚麼時候才上頂 不知道 總之 一直這樣升 不要緊 還有些貨還沒買 厲害 好 這樣就厲害了 好 於是乎你想想 中國呢 這樣去 就是 面對這個美國 特朗普說的 再工業化 真是很大的問題 那特朗普呢 就因為呢 為什麼呢 就是那些搖擺關鍵州呢 那個賓夕利 范利亞 和俄罕俄呢 他就是 這些鐵壽州來的 大哥 那真是 就是 只要他願意 去說 不是真的能夠 把那些工業再拉回來 有部分拉回來 哇 那些人民真是拍了手掌 真的 沒有的嘛 哭嘴 很貴 好像等於做 石油開採的工人 很貴人工啊 大哥 那時候又說 環境會議不讓他做 現在 給他做 發財啊 是不是 做了一輩子 這些技術人員 哎呀 大哥 可以做什麼 你出去外面做 普通的貨車司機 和那些真的差很遠的 所以 特朗普 就是大家 出力跟你去 競選 你一贏了 嘩 眼淚都飆出來 大哥 立刻有錢 由窮人變有錢人 差很遠的 那麼 對中國貨品 徵收你的60%關稅呢 就逐步減少 電子港鐵 藥劑業 對中國的依賴 就是呢 特朗普這一系列 必然會落實 而且一定會 令到那些市民 非常堅定的支持他 所以呢 我認為 特朗普這一些 這樣的對付中國的 就是手法 是不會有 任何的退縮的 那當然啦 要讚揚一下 這個的 Elon Mars 連啊 特朗普一贏之後 要讚一下這個 就是Elon Mars 他真是一個 了不起的人 當然了不起啊 大哥 買中了 都說了 一個這麼聰明的人 還要好運 哎呀死了 真是大件事了 你看他賭你一鑊 用了這麼多錢 就說 哎呀我啊 如果不贏 給了Harvest 贏了 我坐牢一次 你想一下 真是 這麼有錢 還要賭你一局 還要賭贏 真是 有什麼不給他 快點去火星 這個人太聰明了 在地球上 搞一下 不要緊 好像過一下時間 AI比他 大家快點找到AI 好了 總結了特朗普上台之後 就是呢 對香港最大的威脅呢 就是什麼呢 就是 他停止減息 因為呢 經濟好嘛 還要減什麼息呢 沒有可能 火上加油 於是只要 特朗普一搞定了 他 就自然 利息減不了下去 如果 你現在已經聽不到 美國聯儲局說 啊 我們繼續減息 再減息 刮你了 刮你了 死掉了 現在又不是不好 經濟這麼好 還用鬼減息嗎 加息 死了 那就反過來 真的 香港的樓宇很快 就變成了大灣區 是啊 大家真的要小心點 這個是最重要 中中之中 是啊 特朗普當選 杜瓊斯 剛才說了 一天就升了一千五百點 那樣 恒指 到頭倒回 跌了四百六十八點 你說一來一回 成二千點 真的 所以呢 但是兩個是不同的 哇 你看看 由此可以看到 香港人是多麼 沒有人 看到特朗普當選 是啊 這個香港 那個的情況 現在這麼危急 那怎麼辦呢 我經常都在說 如果 如果 如果你是 有一些資產 其實你真的要在這個 情況下 你要去三思 因為為什麼 有些朋友跟我說 我還有兩層樓 我還說 兩層樓 你早就應該還有一層樓 先賣掉去 是不是 你就先拿著一層 你起碼 做人的事 為什麼要買保險 是不是 不用這麼誇張 拿兩層 那麼多 先賣掉一層 拿著現金 好嗎 不用這麼慘 就好像以前我叫那個 武術指導 在北京那裡 三十多歲 我說你拿著兩間樓 他還在那裡 天天罵他 終於 他說你死了 未來十年 中國 那時候還是2016 2016 17 每天都這樣說 見面就這樣罵他 他真的 終於聽我說 我賣了一間樓 真的被他頂不順 結果 當然後來被我救命 他說現在一間都很難工 幾乎吐 我跟你說 人在這個 旺境的時候 你沒事的 覺得沒事啊 但是我跟你說 一塌下去 你猜不到 所以一定要什麼 就是說 你有預先看到未來的能力推理 還有還有一個問題 我都說了 不是叫你去賭 我跟所有人都說 保險 你真的有這麼多物業的話 你幹嘛要握在手 物業不升你就死了 是不是 如果物業跌的話 你現在跌了三成 是不是 我都說了 私人物業跌三成 商業 地產跌了六成 最落後的會 你看看現在 今天又見到一個 無厘頭跌了三成 是不是 買了五年跌三成 有什麼理由 是不是 三年多跌三成就合理 你現在買了五年 不可能的 五年前的樓價沒有那麼高的 不是風頂來的 有什麼理由又跌三成 所以我跟你說 現在很多樓已經跌穿了三成 三成幾四成的利 所以大家看到樓在塌了 大哥在二手樓那裡 一手樓不要理會 那些地產商就是賣給那些人 你記住 你自己如果有不同的物業 你自己考慮一下 不要一直抱著它 抱著它 抱著它上天 好了 希望你點讚和訂閱 記住 特朗普這個 哎呀 我為什麼不記得 換這個圖片 真是 激死人了 那 看看一會 一會沒得改 有它 不要改 是的 多謝了 記得點讚和訂閱 好30 abonen 對 謝謝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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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